本命五行属土 缺乏了水岩树的土行人 是一位拥有抱负和理想的人 对待事情认真 具备耐力和毅力 然而为什么他们的个性 会给人轻浮以吊额郎当的感觉呢 导致他们在人生中 缺乏了贵人和记忆 从而使人生徘徊在十字路口 五行的规律体现为土壳水 这是因为在自然生态的规律中 河流是由沙石、泥土 累积凝固所形成的 这些沙石、泥土的堆积 巩固形成不同踏小孔隙的结构 这些孔隙的结构 在水岩树中的平衡法则功能的效应下 会产生化学性质的作用 将沙石、泥土凝固形成扎实的围墙 进而有效地控制水的流向 将水流入海洋 而形成了土壳水的现象 然而我们在建筑工程 打造砖墙时 将杨灰、砂石和砖头 再加上适量的水分 混合、凝固、成形的过程中 同样也应用了潜藏于水岩树的 平衡法则功能这一言理 进而让杨灰、砂石和砖头 混合、凝固而形成坚固的砖墙 而在五行的含义中 土岩树在人世上 正面代表着方向与信心 潜藏着爱的法则功能 而水岩树在人世上 负面代表着心软与粗心 潜藏着平衡法则的功能 当接触人的思想时 会提升人的表达能力 因此在命运的走向中 如果一位本命五行属土 而又缺乏了水岩树的土行人 这个人的命运走向 就会犹如在建筑工程 进行打造砖墙的时候 有砂石、杨灰和砖头 但且缺乏了水岩那样 无法将杨灰、砂石和砖头 混合凝固形成坚固的砖墙 所以虽然他是一位 拥有报复和理想的人 对待事情认真 具备耐力和毅力 但是由于本命五行属土 缺乏了水岩树 形成意识里存有不安和焦虑的情绪 总想着同时做很多事 又想立刻看到效果 导致欲望大过能力 造成在处理事情时 会没有耐心而缺乏眼见 同时在与人相处交流时 说话的语气 总是喜欢怨天尤人而不知觉 从而给人轻浮 吊额锒铛的感觉 因此人们对他们会有所防范 进而缺乏了贵人和记忆 使人生徘徊在十字路口 因此如果你是一位 本命五行属土 又缺乏了水岩树的土行人 消除内心的焦虑 对你很重要 要消除内心的焦虑 就要懂得克制欲望 看清自己的真实能力水平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意识不要自责或者愧疚 从而达到控制情绪 消除焦虑 同时你也可以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 多做冥想和关心自审的练习 以培养自治力和专注的能力 并从中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 进而平衡自身的五行 让你在与人相处时 懂得以积极又和谐的 正面思维面对 获得对方的认同与支持 从而让命运走向 坦途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